几年之前如果你说本田的混动动力单元会成为F1围场当中的马力狗 真的打死我的我就相信 那几年本田还在和麦凯伦相爱相杀 并且一度还被称作GP2 Engine 而现在我们几乎已经开始可以总结潘子的两贯生涯了 所以本田的混动动力系统也算是在F1里面扬鼻吐气了一把 那相比之下呢 本田的民运混动产品一直是行业里面比较高水平的存在 不过最近有很多中国品牌都推出了混动新车 他们的结构和原理都和本田有相似的地方 那本田下一代的混动该向什么方面来提升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厦门来试驾这台全新的广汽本田行格混动 前段时间本田是调整他们在国内的混动系统的传播名 从Sport Hybrid的锐混动变成了现在的EHEV强电制混 那这样的调整呢 显然是为了强调他们这套混动系统的含电量 因为本田的混动一直都是在绝大多数工况下都靠电机来驱动 这样的话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动力响应和一个很爽朗的动力输出 那这也是本田的混动的车型开起来会很有驾驶乐趣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台行格混动所搭载的第四代的IMMD系统它的原理其实还是和之前一样 但是它经过了全方位的优化获得了一个更加高级的行驶的感受 那如果说其他中国品牌的新车混动化之后 它的驾驶体验从60分做到了80分 那这个第四代的IMMD就是从80分到90分这样的一个过程 发动机的方面这台车用了一台全新的2.0升直喷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它的热效率更高并且是扩大了空燃比的范围 这样的话这台发动机它的高效区间就可以拉得更加的宽广 所以它的直驱模式介入的时间也可以变得更长 那在动力电池组方面它依旧是布置在了后排座椅的下方 不会对车内空间带来任何的影响 那新的电池组它的重量降低能量密度增高 它的EV模式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那同时它还可以参与到调节直驱模式的这个工作状态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力请求 而且电池电量也比较高 它就可以释放出部分的电池电量 给到驱动电机来降低发动机的压力 这样的话获得一个更加好的动力输出和一个更低的油耗 之前的本田IMMD呢 它在混动模式下的噪音是一个bug 因为之前的内燃机音色却是不怎么悦耳 同时它也是在恒定转速下的一个工作状态 所以听起来就会有些烦人 那这个第四代的IMMD呢 就着重优化了它的噪音 首先它的内燃机是经过了一些静静性方面的处理 现在的整个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要有质感的很多 同时它也是提供了一个声浪模拟的功能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运动模式下 我们给大它的动力请求 它会模拟出燃油车那种换挡的感觉 这种韵律感 同时ECVT也会配合这种节奏 既然噪音无法彻底的压制 就不如把它从那种难听的固定频率的一个噪音 转化成一个带有节奏感的很悦耳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决方案 这台搭载第四代MMD的形格混动版 它的几乎全方位的工况都要比本田之前的混动系统车型表现更好了 它的EV模式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混动模式下的行驶质感更好 同时高速的动力表现也更加的出色 那本身我觉得燃油版的形格 它的底盘就比时代思域进步了很多 那这台混动版又有变持组 作为一个压仓物重心更低 那理论上来说会有一个更好的操控的表现 那这台车它的沙塔板的脚感 包括转向手感以及悬架的调校 都继承了燃油版型格一个很高水平的表现 再配合这套我觉得非常棒的混动系统 这台车的行驶感受毫无疑问是一个越级的存在 前面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聊这台车的动态的感受 最后我们也简单的说说它在静态方面的变化 首先我们这台试驾车还是行格非常标志性的 一个亮黄色看起来还是很漂亮 不过这次混动版是新增了一个叫做天彻蓝的颜色 就在那边它用的是一个非常低饱和度的浅蓝色 看起来有点像iPhone 13 Pro系列的远风蓝 我本来就觉得行格的造型会比思域更好看 然后蓝色一出我真的是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这台车一些细节的可以看到有一个18英寸的轮毂 但是这个在燃油版型格高配上已经搭载了 这里有一个银色的外后镜壳和一个隐藏的排气 这都属于混动车型一个非常明显的识别的特征 车内的变化也很小 混动版的型格是增加了一些小的配置 包括翻盘后面的拨片中间这里 用了一个铝制的试板摸上去手感很棒还是很冰凉的感觉 然后前排增加了最加热后排增加了门板上的车内氛围灯 和燃油版的高配一样 这台车也是提供了12扬声器的BOSE音响 那回想我嘉宁的台10代思域好像还是6扬声器 那现在是足足多了有一倍 那这个配置放在紧坐行车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了 该如何来定义这台车 我觉得高级版的型格算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描述 它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烂载 你不能指望通过省油来回本 因为这台车说实话也不便宜 参考隔壁思域混动价格 它的落地价也是奔着20万去了 用雅阁的钱买型格 你会得到一个全方位更好的驾驶感受 那省油只是附赠的而已 再说了明白一点 有些小伙伴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好开好停的紧凑行车 他们对于驾驶性有着很高的追求 但是预算又比较的充裕 那我觉得这台型格混动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OK 感谢您车看这期的雨天选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